哈囉大家好我是Iben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使用KDEN Live來剪輯影片 KDEN Live是一款開源跨平台而且免費的軟體 在他們的官網按下Download就可以到下載頁 他們的下載頁有提供跨平台的選項 Windows、MacOS都可以下載 然後安裝之後就可以執行了 然後Linux的話它有很多種下載方法 像我的是Womutu 那我就會使用PTA來安裝 在安裝好之後 然後我們開啟原用程式 開啟之後 首先要點選一下Settings 然後這邊有個Configural Language 我們把它調成中文 這邊有個中文的選項 然後點選OK 然後再來重新啟動KDEN Live 然後它就會變成中文 不過要注意的是這個程式它還有很多地方沒有翻譯 所以說它中文可能會不完整 接下來簡介一下剪輯的布局 按一下Editing 然後切換到目前這個布局 接著呢 最左邊這個 就是用來放素材的地方 也就是要剪輯的影片 然後在中間 則是預覽影片用的 最後呢 右邊這個是預覽整部影片 接下來看一下下面 下面這個是時間軸 接著呢 我們就要開始編輯影片 點一下檔案 然後按一下開心檔案 接著呢 它預設會是29FPS 如果沒有特別需求的話 就不用更動了 然後按一下確認 接著呢 我們要匯入我們要編輯的檔案 按一下這個按鈕 按一下 按一下 Editing 編加素材 然後從檔案管理員裡面選取我們的影片 在這邊我有兩部影片 要進行編輯 我們把它匯進來 然後匯進來的時候 它會要求你 要不要把影片的專案變更 成它的格格式 不過我們就維持預設了 然後呢 按一下影片 然後它就會顯示在 中間這個預覽框 按一下就可以預覽 現在我們預覽的是 這部影片 就是單部影片而已 它會顯示在中間的框框 然後 我們要把它拖到 時間軸上 請注意看一下我拖的軌道 預設它有兩個軌道 然後現在我把它拖到的是這個軌道 第一個軌道 然後呢 在這個右邊的框框 你就會看到 我們目前這部影片的樣子 現在我們預覽的是 放在時間軸上的素材 然後同樣 我們可以把它往後拖 到這個末尾這邊 再把第二部影片拖進來 於是這樣子兩部影片就在軌道上 讓它播放 然後就會看到兩部影片接在一起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來示範如何剪輯影片 現在你已經把素材拖到這上面 那如果你要剪輯的話 就在你喜歡的地方 拖動這個時間軸 拖動 然後大概在這邊 然後我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這個素材 接著呢 按右鍵 按一下分割素材 於是這個影片就被切兩段 然後假設或者保留前面這一段 那我就把後面這個拖到這邊 然後按一下 確認我目前選取的是這個片段 然後按一下右鍵 按一下 移除所選項目 然後就不見了 同理 我們剛才還有丟另外一個影片進來 這邊還有一個片段 這個地球的這個片段 同樣 我可以把它稍微剪一下 比方說我大概到這邊我就不要了 然後按一下右鍵 分割素材 然後把前面這段我不要的地方 按一下delete 或者按一下移除所選項目 接著呢 它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呢 我們只要在時間軸上拖動這個素材 我們就可以把它組合在一起 像這樣子 這樣就完成簡單的剪輯了 如果你把它切很多段 然後你想要一次移動很多個素材的話 這邊我先把它示範一下 假設我這邊切了三段 那如果我想要一次移動這三段的話 我可以這樣子做 點一下這邊有一個移動工具 然後按一下 它就會把從這個移動的這個開頭這邊 然後讓它開始往後移 也就是說它會把臨近的素材一起移動 這樣也可以方便移動很多個素材 然後再來 在這個中間的空隙 再插你喜歡的片段進來 然後你移動好之後 按一下這個 然後回到選取工具 在你剪輯好之後 你就可以輸出影片了 輸出影片的步驟 請按一下會出專案 或者是按一下project 這邊有個會出專案的按鈕 按一下會出專案 然後再來選一下它的存檔位置 一般來說就放桌面就好了 放在你的電腦桌面 然後再來呢 你要選擇輸出格式 在輸出格式方面 如果你的電腦有讀顯 我建議你使用這個H.264 VBR 這個是使用讀顯來加速計算 它檔案比較小 然後輸出的速度也比較快 而如果你的電腦沒有讀顯 那沒關係 你可以使用這個 MP4 H.264 AAC 這個速度會稍微慢一點 不過呢 適合那個沒有顯卡的電腦 那我們這邊 因為我這邊有讀顯 所以我就使用VBR 然後按一下 渲染導出為檔案 然後呢 它就會開始輸出 這邊會顯示它的處理時間 因為我們這部影片很短 所以它幾秒鐘的完成 然後呢 輸出完之後 你可以按一下移除工作 把它清空 接著呢 輸出完畢 如果你還想要編輯這個專案 請記得把影片保存下來 然後再來按一下儲存專案 把這個專案儲存起來 這樣子你日後就可以 就可以繼續編輯 然後再看一下我們輸出檔案的結果 如果影片輸出的結果 可以看到 就跟我們剛才在時間軸看到的一幕一樣 如果影片登給我們 我們會記得